1957年马银初出版《新人口论》将我国人口问题与国家存亡挂钩 毛主席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对作者展开严肃批评 1957年以节制生育理念为主的《新人口论》出版面试 在建国初期人口飞速增长的情况下 这个新理论的提出瞬间引起了社会激烈讨论 其中《新人口论》中将人口问题与中国存亡联系在一起的举动 更是惹出了不少争议 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更是对作者马银初做出了严肃批评 马银初为何会将人口问题与我国的国家存亡联系起来 毛主席为何对此事异常愤怒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 一起了解马银初《新人口论》事件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之上出现了一篇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通过对彼时中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调查 认定相较于中国的国力而言人口数量过多 无论是在工业、农业等发展问题上 我国都必须要控制人口数量 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发展陷入困境 这篇文章一经发布 很快便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巨大反响 在此之前 我国我党向来都未提出限制人口增长 且从未有人将人口问题与国家存亡划上等号 而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 著名的民主人士马银初成为了舆论风暴的漩涡 在一轮轮舆论风暴之下 很快便有人罢出了马银初对我国人口问题的其他发言 原来 早在于《人民日报》发布文章之前 马银初便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 我国必须截止声誉 作为中央政府委员 北京大学校长 马银初多次在去全国代表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会议上 发表过截止声誉内容的相关发言 1957年春 马银初与一批在民国时期 便草创提出截止声誉理念的民主人士 开始大量发行文章 宣传计划声誉的相关作用 3月31日 马银初参与了中华医学会 截育委员会的成立 并在此会议上大谈控制人口理念 一个月后 他又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 中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需要实施节育计划 在结束完采访后 这位北大校长又在同一天 对北大的学生进行了相关演讲 传播节育思想 5月9日 马银初于《大公报》 发布了他对中国国家人口问题 和国家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认识 这篇文章中 马银初便将中国的人口问题 与国家发展存亡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算作是其新人口论的雏形 同年7月5日 马银初在总结此前言论后 发布新文章 新人口论就此诞生 而对于这篇新人口论 社会各界出现了剧烈反响 但其中大多数 却并非持支持态度 而是强烈反对 其中不少 同为学界教授的民主人士 更是对其人口论展开了大肆批判 其中 北大哲学系讲师韩家辰 也发表了多篇文章 来批判马银初的人口论 在这位北大讲师的带领之下 以光明日报为首的一批报纸媒体 和民主人士 对人口论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 其中对马银初 新人口论 主要的批判方向 是其立场和出发点问题 在一大批学者看来 马银初的新人口论通篇 无非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中国人口太多 阻碍了工业化发展 将会造成失业等一系列问题 而这样的言论 无疑是对一五计划之下 刚刚建立起来的 工业化信心的极大打击 在部分人看来 新人口论 不是为了讨论中国人口问题 而是希望借助人口问题 来打击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最为关键的是 作为节制生育理念的重要提出者 马银初本人 却有妻友妾 拥有七个孩子 这样明显 与自身理念所不符的行为 让马银初遭受到了 更为猛烈的抨击 随着学界内部的争论声音 越来越大 就连党中央都得知了相关消息 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毛主席 在得知此事后 也不由来了兴趣 特意对新人口论 进行了详细品读 在发现马银初将人口问题 与国家存亡化等号时 毛主席脸色大变 为了搞清楚 马银初的具体想法 毛主席派人找到马银初 邀请他与自己详谈 而在具体了解到 马银初的相关理念后 毛主席也不禁陷入到了深思之中 毛主席对新人口论 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马银初又是怎样得出 这样的结论的呢 毛主席在与马银初 进行一番详谈之后 弄清了他的想法 对于其中节制声誉理念 毛主席实际上是持有支持态度的 实际上 根据后来马银初本人透露 他之所以会完成新人口论 其中也正是有着毛主席的影响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共产主义者是否定 节制声誉理念的 对早期的马尔萨斯人口学说 持严厉批判态度 在建国初期 作为社会主义的我国 甚至在某些医学教材中 将节制声誉比作和平杀人 但这样的理念 与我国建国之初安定祥和 人口飞速膨胀的国情 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因为社会罕见 进入了稳定状态 大量适龄男女 开始大量生育 在短时间内 便让增加了大量人口 作为一个人口数量 本就十分庞大的国家 中国的人口增幅 也是十分巨大 可是以我国 比试一穷二白的状态来看 很难在短时间内 供养大量的新生人口 因此 即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反对节制声誉观念的 但在建国一段时间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中央干部 还是产生了限制声誉的想法 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 十分看重国家情况的发展 对此情况自然也是一清二楚 对节制声誉 也抱有较为开放的态度 在某次与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 会面的过程中 毛主席便表示 计划声誉问题 是很值得研究的 人民在这一方面存在要求的 但在节制声誉问题上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十分深远 还是意识到了 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在毛主席看来 节制声誉可以搞 但绝对不能一刀切 让中国所有民族和所有地区 都这样搞 某些人口少的地区 和某些少数民族 本身人口数量便十分稀少 如果强行搞节制声誉 那最终很可能导致一个地区 民族的衰弱 甚至可能造成一个民族的灭亡 虽说我国的总体人口很多 但其中大多都是汉族 少数民族虽然类别众多 但总体数量也相对较少 对于少数民族和人口稀少地区 节制声誉并不是一项合理制度 因此不能在这些地区推广 此外 推行节制声誉理念不能够太着急 主席向来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先 在节制声誉上也始终强调自愿 即便政府在其中做出引导 也需要慢慢改变氛围 指引民众自发节育 在主席最初的打算中 节制声誉将会是国家的一个长期计划 这个计划共分十年完成 其中最开始三年在某些地区试点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中三年开始在各地推广 最后四年完成全国的普及 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 不仅能够发现 节制声誉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 还能够让群众逐步参与到其中 以最小的代价完成节育计划 最后 毛主席认为 彼时的中国还不是节育计划 应该启动的时间 1958年10月 毛主席在与几位民主人士 谈论人口问题时 便明确表示 在中国人口数量达到8亿时 才能讲中国的人口过多 需要完成相应的节育计划 在主席看来 彼时的中国正是要发挥全体人民力量 抓紧完成工农业发展的紧要关头 是最需要人力的时间 以彼时中国的人口数量来看 人口数量的一定增多 对工农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因此 毛主席并不认为 彼时的人口发展将会造成 对国家存亡造成严重危害 对马寅初盲目将人口问题 与国家存亡画上等号十分不悦 在新人口论出版后 毛主席便亲自与马老面谈 批评了其不当言论 二人实际上都是从国情出发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彼时的中国人口数量达到6亿左右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口过多隐患 但还没有达到毛主席心中的临界点 因此 在节育问题上 毛主席并未开始落实 马寅初如何发现我国的人口问题 他又为何会将其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 马寅初作为新中国的著名民主人士 有着十分传奇的人生经历 除却其因为人口论问题 而带来的巨量关注之外 实际上马寅初本身在近代中国 便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 1882年生于浙江的他 因为生辰特殊 自小就被当地百姓认为将来一定非同凡响 而事实也证明 他确实有着不同寻常之处 19岁那年 马寅初以极为优异的成绩 考进北洋大学 在完成大学学业后 又因为成绩优异 被保送进入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4年 为了挽救衰败中的祖国 这位经济学博士依然拒绝了美国的高薪 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国之后 他在蔡元培的帮助下进入北京大学 教授经济学课程 后来又在中国多所顶尖院校教授经济金融学 在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外 马寅初还积极参与到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之中 在65年的时光里 先后历任了多个重要岗位 这将上海等地的多个商业银行的发展 都离不开他的帮助 此外 他还出版了近代中国多部金融著作 并参与了民国政府的多次金融改革 然而这样一位经济大家 在民生领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马寅初作为经济学家 之所以会产生节育理念 实际上与其自身也有着不小关系 马寅初因为出生年代原因 早早便在父母安排下成婚 但可惜的是 这位同乡妻子只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 唯一的一个儿子 因为意外而早邀 而正是因为儿媳始终没能为马家诞下男孩 马家父母在儿子归国之后 又为其张罗纳妾事项 这位小妾为马寅初又诞下了两儿两女 算是帮助马家延续了血脉 因为这段人生经历 马寅初这位留学美国的博士 开始思考起中国人未诞男婴 从而大量生育孩子的意义 由此 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 作为经济学者 马寅初十分注重实际调查研究 在人口问题的研究同样不例外 在经过数年时间 对江浙地区进行调研之后 马寅初得出了许多人口方面的数字资料 根据这些数据资料 马老利用自身在经济学上的深厚功底 做出了一套人口发展变化模型 利用建国之初 我国政府统计所得的近五亿人口总数 以及三大改造完成后人口增长数额 马老得出我国的人口增长比率 在这个人口增长比率之下 我国人口将会于21世纪初期达到26亿的惊人数字 在这样的巨量人口数据之下 马老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由此 马老便开始大力提倡截制生育方案 并将其与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存亡挂钩 尽管马老的担忧有一定道理 但其数据模型明显存在缺陷 过于夸大了我国人口增长的规模 虽然在80年代 我国积极推行计划生育算是对马老的肯定 但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正是利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才换取了基础工业的发展 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新生人口严重不足 国家不仅取消了计划生育 甚至还相继推动二孩政策 以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确实出现了人口问题的预兆 但却恰好与马老所担忧的相反 不论如何 新人口论的出现 确实为中国人口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 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 它究竟是好是坏 就留给后人评说